我想今天的跟您討論的這個其實是整個比較我們整個審計的這個功能 還有我們審計部過去所做的很多事 看看跟我們政府的連動 我想先從我們這個比較背景上的時事性的問題來談一下 就是說主席長您自己審議長自己怎麼看 這一次九合一選舉執政黨這個大敗 您覺得這個是不是跟目前這個我們很多政目前執政黨推動的很多政策 跟民眾的這個生活脫鉤有關係呢 您覺得這個部分我們尊重民眾的選擇 好尊重民眾選擇沒問題但我知道這並不說實話也真的人民已經做了很多的反應 往下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選舉九合一的這個選舉 很坦白說其實為什麼執政黨這一次等於算是大敗 其實有很多的相關的這種政策性的議題 政策性的議題包括你看防疫高房價高物價少子化 貧富差距擴大這些 說實話這當然是直接的聯繫嘛 就是民眾真實的感受有這些問題是很嚴重的 然後呢民眾當然會在選票上做反應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您剛才講的民意的反應 那當然審計部其實是作為所謂這個監督跟預警政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關 那我們也要問說到底審計部這一方面的這個功能做得好不好 就是過去做得好不好 剛才講的不然防疫高房價高物價少子化真的我們就往下看 其實審計部比如說我們先舉個例子 比如說在109跟110年在總決算報告的時候那時候就指出 就是說比如說對於像是這種五倍券啊 甚至更早的還有三倍券那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指出了 其實這些問他是有一些問題的 說實話這些我們是認為說其實審計部是做得很好的 因為你們真的有點出了這些問題 那但是呢你看喔 比如說經濟部的對於立法院的回復的這個書面報告 就是說這個好像根本不是甚至還認為說你們這個沒有很嚴謹 甚至也認為說五倍券有創造大量的這個書面 所以主席長不是審計長您自己怎麼看這件事呢 就是說你們常常做的提醒了政府很多事情 但是結果上好像行政部會就覺得說這不是這樣事實 所以這個落差很大耶 您怎麼看呢 因為我們提出來的意見都會有所本 是是 都會有所本 也都會啊 早遠於 改善 政府的良善助理 也都會早遠未來 像五倍券我們看到啊 當然是 行政院是講說差不多 國話會差不多講兩千億 那中小企業處出來講一千兩百億 那我們的看法就是說 你應該把它有一個評估一個嚴謹的對社會公佈差不多有多少的錢 這樣的話會對社會上有一個交代 是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肯定審計部跟審計長其實長期以來一直都有在提醒政府很多這些重要的問題 謝謝 我甚至這樣講其實我再往下面一點看 您看這個再下一號 這個是我調出這109的總決算審核報告跟110年的 其實說實話您看喔 這些點你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提示 比如說在債務上 少子化上 長照上 紓困上 正心上 你們都說明了喔 有這些問題 而且你看喔 109跟110幾乎都是不同年度 但是同樣的問題還是一直在 而且你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 可是我不知道耶 這個行政部門把這些報告 或者你們的這個 這個審核總決算的這個 都當塑膠嗎 因為因為事實上你們都一再提出來 您就是神經常怎麼看這件事 就是說你們已經早就把這些問題都發覺出來 可是他們就是不認為是問題 我覺得這個才是今天這個關鍵之所在 就是說我們有個很好的審計部 有那麼多的我們審計部的同仁 晶晶夜夜做了這些事情提示了這些問題 可是這些問題行政部委好像都不管 這這怎麼辦呢 我們真的要往監察院去糾正糾舉他們了嗎 還是怎麼辦 報告委員謝謝委員 大概我們提出來的報告 我們在看他的 我們追蹤他改善的情形 他會有20%大概沒有落實 這個是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剛剛委員 20%沒有落實 20%因為他有他的各種方面的困難 可是神經常會不會覺得很無奈 您應該當然20%我也覺得蠻大的一個比數了 而且您看喔 您109跟110的幾乎這個報告是重疊的 講白一點就是 因為這個各位委員 因為這幾個議題啊 關係國家很重大 我們會基於不守的要求行政部門 因為這個對國家的將來啊 像少阻化 反毒品 長照 都影響很大 神經常我這邊會不會苛責您 反而我要苛責的是 新政部門 因為你們已經善盡善良的提醒的責任 而且你們一直做出來 你看去年的 今年的都一樣 但是政府不聽 你看政府不聽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民意打他一巴掌嘛 既然真實的結果就是如此 為什麼我剛才講說 選舉結果就是 證明你看這麼多老問題 不